想我从前啊 和你公公去标工程 跑空地的时候啊 那是家里公司两边跑 我都没有请人帮忙啊 再怎么样累啊 我也是这样挺过来啊 你现在好了 外头的事啊你都不用管 顾好家里就好了 每个星期还有个终点阿姨 来帮你清扫 你真是好命哦 谢谢妈 妈 我准备好了 丽芳啊 我给你买的迪奥黛飞包呢 那个包有点太小了 今天要带的东西比较多 你要知道 你现在啊 已经不是一个小秘书了 你出去就代表我们颜家 另一个好包出去 那是基本 今天我们要见好多亲戚 别给正好丢脸了 好 帮我马上换 哎呦 其实 带一个好包也不怎么样 如果这个时候 能带一个精神出去 那该多好多有面子啊 我哪有你那么好命啊 你的媳妇又乖又乖又听话 立方啊是真孝顺 做事啊又能干 对啊 哪像我们家美妇啊 娇滴滴的 她连个碗都不肯洗 我本来以为呢 娶了媳妇啊 她会伺候我 可是没想到啊 她一结婚就大肚子了 天天躺在家里 命比我还要好呢 昨天晚上 跟那个咨询师聊过了 对 跟她蛮投缘的 她人很好 会给我一些建议 哦 有什么建议 说来听听 她说啊 补孕症的疗程 最好夫妻同时到医院做检查 时间上比较有效率 也可以检查出是哪一方补孕 哪一方补孕 她的意思是说 补孕的可能是郑浩咯 郑浩她已经正式接班了 她就是我们巨岩建设的代表人 我们公司在国际的高证明度上面 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了 你让这么大一个大企业家 去看补孕 你身为颜太太 你有没有想过 为你老公的颜面着想啊 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 记者一报 那我们颜家的面子 不是全扫地了吗 那既然堂哥都生小孩了 那哥什么时候要生啊 我也在等啊 可是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没消息 那这样是谁有问题啊 立方已经去检查了 一切都OK 她现在正在吃中药 难道是哥 你乱讲了 你哥身体好得很 又骑车又游泳的 这么可能的事吗 放松 妈咪你要有点幽默感好不好 早知道都是没孩子 那哥和蕾蕾姐 离婚里也太冤枉了吧 我告诉你啊 他们那个婚姻啊 本来就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可不许学你哥一样 一时兴起了 在国外就给我结婚了 妈 你不懂 这叫做真爱 你给我听好了啊 这婚姻啊 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 还是两个家的事 他们俩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婚姻 对未来也没有共识 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 这说到底啊 还是因为没有孩子 所以两个人一不高兴 说离就离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对于家庭意识啊 太薄弱了 好啦好啦 妈每次一提到生傻就动怒 吃蛋糕喝茶 消消气 吃腻了啊 好 下次买别的 蛮好吃的 那是因为你不在台湾 你不想吃啊 好懒 这个夫妻啊 相处久了 就一定会有矛盾 会有冲突 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孩子 在中间做润滑剂的话 那种情况啊 要多糟就有多糟 你说 一个没有孩子的婚姻 那还剩下什么呢 喂 妈 丽芭 妈妈是想要问你 现在中药吃得怎么样 医生说我体质好多了 不要担心 那太好啦 那应该很快就可以怀孕了 嗯 我跟你说 你重要要按时吃 你把身体调好了 宝宝就会来 宝宝来了 你婆婆一定会很开心 我跟你说 妈 你们水饺都吃完了没啊 吃完了跟我说 我才包几代机回去 你自己啊 肩膀的伤才刚好 那我多让棒帮你 不要太累了 好啦 好啦 哎呀 我跟你说 女人哦 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顾好 你就不用担心我 你顾好你的身体啊 赶快生孩子 你生了孩子 你婆婆会多开心啊 而且我一定会去庙 请菩萨保佑 保佑你赶快怀孕 好啦 嫌我啰嗦是不是 不说话 好好好 不说了 我挂了 拜拜 妈 妈 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帮我们菩萨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顺利的话语 我都不行 我���了 你可不可以 你就可以吃 我